然後我們來看一些簡單的練習例題 他就說你參加25公尺跟50公尺的比賽 一個人花27秒 一個人花50秒 請問你誰游得比較快 一種方式認真努力算 距離去處理時間 假的呢 有25公尺花27秒 算不算大概0.93 魚呢 50公尺花50秒 大概就花0.0秒1公尺 這樣就可以知道呢 魚游得比較快 假游得比較慢 還有一個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把那個假的25公尺乘以2變50 27乘以2變514 所以同樣50公尺 一個花54秒 一個花50秒 花的時間少得比較快 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簡單的想法 但是就這個想法來解決我們以後的一些問題 距離處理時間 距離處理時間 OK 這個時候會用到一個算技巧吧 就是考試的時候會需要用到單位的換算 我們習慣上的單位是每秒幾公尺 考件上寫的是每小時幾公里 所以你要把每0小時幾公里 換成每秒幾公尺 90公里小時 一公里是1000公尺 所以上面變1000 一小時有60分 一分鐘有60秒 所以3600秒 所以分五就變成3600秒 3600秒 所以變這樣 然後就一步一步的數學計算 就算出來是每秒25公尺 為了能夠整除的關係 我們考試上通常會出什麼 每小時90公里啊 每小時72公里啊 這種數字 讓你可以做的算會整除 反正就是個簡單的單位換算問題 要會 考卷上需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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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數學應該交過了 最後一個小問題是問 電影上有一些很誇張的影片 超人 厲害的人 然後車子跑掉了 跑過去追 他把他追到 然後把那個要求人把他救出來 來 一個車子的時速40公里 夠慢嘛 時速40公里的車子應該是很慢的 這個人呢 假設他可以用跑百米的世界時速的速度 10秒跑100公尺 然後可以持續的跑下去的話 請問您 他可不可以追上 他能不能追上 能 告訴我為什麼能 不能 告訴我為什麼不能 能 為什麼能 不能 為什麼不能 好 他可以 因為他超人 來 沒飯 屁立五號 不能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 你坐 可以啦 因為他超人 最近移動 秒40公尺 把它換成 每小時幾公里 一公尺是一千分之一公里 所以上面變一千分之一 底下變三千就百分之一 這樣算算的人是每小時三十六公里 你的速度比別人慢 你還在別人的後面 所以當然追不上 所以我要告訴你說 表示電影人在太誇張了 可以跑一季 所以追過去馬上就 就算是無公里的感情 超熱了 車40公里的速車子已經很非常慢了 然後你用跑百米速衝過去 你也追不到他 而且你還 而且 衝到百米的人都衝不了多久就掛了 就不行了 但是 剛剛說你說 反正這只是一個簡單的 這題類似題是學測考過的 類似題是學測考過的 但是 在學測考之前 我就這樣教過了 但是後來學測考過一樣類似題 問他的情況如何 這裡有個單位換算的問題 請你要能夠理解 要能夠會 這就是有關於 我們一個簡單的 如何算運動快慢的內容 OK嗎 OK